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 企业服务 制度创新等方面经验 深化交流交往 做好服务保障 不断完善香港同胞在西就业创业 学习生活相关政策措施 为港资企业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环境 日前丹东市就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 丹东市委书记裴伟东强调 全市各领域复工复产 复商复事有序进行 全市上下要全面增强优患意识 底线思维 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积极推动安全领域打飞制围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日前锦州市委书记靖国魏到锦州市国家安全局调研 靖国魏强调要全面建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各项工作要求 全面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做到有重点无盲区 加强协同配合 找准薄弱环节 弥补工作漏洞 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责任 铸牢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铜墙铁壁 日前盘锦市进一步落实 征创权育全国文明城市和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工作 市委书记王炳森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长行鹏出席会议 王炳森强调 要集中力量开展好基础设施维护 环境卫生整治 市容秩序整治 交通秩序整治等攻坚行动 倒排攻期挂图作战 确保按计划进度高质量完成任务 近日葫芦岛市委书记杨军生和市长何志勇 听取了各县市区委 及杨家账子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工作安排情况汇报 杨军生强调 要抓牢项目为王 狠抓招商引资 千方百计加快推进项目 早开工 早投产 早建效 进一步加强县区招商引资和项目两个中心建设 在全市形成上下共谋项目 共抓项目的氛围和导向 日前 安山市市长王中坤到台安县调研项目建设情况 王中坤指出 在抓好疫情防控和保障施工质量生产安全的前提下 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 积极主动兑现优惠政策 全力为项目建设纾困解难 确保建设项目快落地快推进快建效 一直以来 大连市都在加快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 国际物流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 不断提升高端要素集聚和辐射能力 为沿海经济代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综合服务 他们想抓共建一带一路 高水平实施RCEP等重大机遇 全力畅通海陆国际物流通道 不断提升港行物流产业能级 助力区域经济融入全球市场 近日大连港新增直达越南和泰国的 周班集装箱外贸航线 这条航线是RCEP协定生效后 辽港集团在大连口岸开辟的 第二条RCEP沿线国家航线 预计每月可为大连港带来 2000个标准箱的货运增量 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促进区域经贸合作 以建设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为契机 大连市全力开拓航运物流市场 今年以来 大连港已开通三条 直航大洋洲 东南亚等地区的集装箱外贸航线 推动大连口岸集装箱外贸航线 达到88条 其中面向RCEP国家航线达到56条 实现全覆盖 将继续深化与广大航运企业的互惠合作 持续优化口岸航线网络布局 为地区经济合作交流 提供密切的航线连接通道 海陆双向发力 大连市在中欧班列线路拓展上 也不断取得新突破 今年以来 大连港新增去往波兰 俄罗斯等国家的中欧班列线路 打通欧洲经大连转运日本的班列 加班轮海铁连运通道 还首次通过中欧班列 运输跨境电商货品 推动大连中欧班列 由运输生产资料 向运输生产和生活资料转型 不久前 大连港集装箱码头 试点开展 智慧港口2.0的建设应用 智能操作 智慧运营 数字基建等功能更加完善 预计年内覆盖所有集装箱码头 把我们码头的一线的厂桥 岸桥 包括拖车 这些操作的这些司机 要么是无人化了 要么是改到后方 从远程来操作 完成我们港口 从一个传统的集装箱码头 向一个数字化的转型 围绕辽宁港口 引领沿海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大连市将推动主要港区 协同发展 完善码头 航道 茅地 内陆杠杠等基础设施布局 全力打造连接日韩 辐射东南亚 贯通欧亚的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日前按照辽宁省科技型企业 再贷款贴息实施办法 安山市24家科技型企业的 29笔贷款 总计获得省财政厅拨付的 130.75万元贴息补助 位居全省第二 今年以来 安山市科技企业利好不断 成为打造科技创新业态 助力安山科技创新发展的 有力支撑 今年疫情期间 安山市科技局出台的 全力支持科技企业 抗击疫情健康发展的 若干措施中 进一步明确了 从科技支撑疫情防控 支持企业提升创新能力 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优化服务实施 汇企便捷服务等方面 提出了疫情期间 助力企业发展的十条举措 其中确保2022年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不高于2021年同期融资成本 对我们企业的未来发展 肯定会有一个长远的帮助 我们也在去很努力地 按市里生理要求去做 这个相信会给我们企业 未来发展有一个很好的助力 能够加速这个产业创新的 这样的一个赛道上 能够发光发热的话 那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企业 这个我们能看到 未来三到五年 甚至更长远的一个前景 除在减轻税费负担 加大融资扶持力度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 安山市还实行专项帮扶 其中大力培育邓灵独角兽企业 培育一批核心技术突出 集成创新能力强 严领产业发展的创新型企业 对省科技厅入库的邓灵企业 给予30万元奖励性 后补助资金 对省科技厅备案的独角兽企业 给予500万元奖励性后补助资金 日前 安山市科技局公布的 2022年首批 科技创新后补助资金项目名单 51个项目 总共获得了1145万元的资金补助 为深入实施 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 我省将保护黑土地 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之策 复新和铁领通过政府与市场两端发力 科技支撑与主体培育并重 文产丰产与结本增效兼顾 技术创新与机制创新并行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今年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打造的黑土粮仓项目 在铁领昌图县生根发芽 上周在经历了持续强降雨之后 田间积水使农作物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加之没有有效的日照时间 对玉米这样的高杆再田作物生长造成影响 但在老城镇保护性耕座核心示范区 在地表街杆的覆盖下 这里整齐成片的玉米涨势喜人 苛苛笔直挺立高大结实 街杆留在地表 这样你刮风的时候 土壤刮不走 在降雨的时候 你的水冲不走 另外街杆留在这儿呢 这个街杆一腐烂之后 它变成营养 还能补充有机质 还能补充养分 最后能够提升地力 保护性耕座就是以黑土地总量不减少 功能不退化 质量有提升 产能可持续为目标 为黑土地保驾护航 传统的机械化耕座模式 需要拖拉机配套不同机具 多次进地作业 造成耕地土壤逐渐被压实 随着作业次数的增多 翻耕会对土壤结构和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导致土壤活性和肥力下降 复兴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组织农机技术人员 深入各乡镇 开展保护性耕作技术培训指导工作 还充分运用新媒体等多渠道 针对百姓关心的种植技术 农机作业成本 封产增收效果 补助政策等开展科普宣传和政策宣讲 直接播种 播种之后 我这个苗期苗还壮 比那个传统种植母模式苗还好 完了去年跟那个别的地对比 能是增加到一百七十斤 街杆腐烂之后增加地里的有机质 增加土壤肥力 减少风湿水湿 之前的街杆不都是焚烧吗 然后现在就是放在地里 它能够减少污染环境呢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 省内多地的农产品一度出现了滞销 我省采用平台销售加直播带货的电商模式 将滞销农产品变畅销品 帮助农民实现增收 在复兴市张武县 一向是大家心头号的地瓜 前段时间却成了销路不畅的老大男 受疫情影响 线下收购的客商进不来 种植户又发不了货 十分为难 看到这一情况 县里迅速组织电商示范企业 联络多个平台 通过直播带货 拓宽线上销售渠道 咱们把货集中在一起 咱们再网上发 一个车就拉走了 然后一天从产量到销路都不少 开始线上销售 实现与农户与市场无缝产销对接 帮助农户销售黑豆茶 地瓜 大米杂粮等500余吨 复兴蒙古族自治县 2020年被评为 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通过直播电商 社群电商 平台电商等多种途径 有效解决农产品滞销的问题 为当地滞销农产品销售1.2万余单 达成大宗预售订单1400余单 解决当地滞销农产品20余万斤 截至目前 全省共有21个县市 获批国家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各示范县累计获国家专享资金 超过3.8亿元 累计开展农村电商培训 约21万人次 带动创业就业近15万人 进一步完善电商公务服务体系建设 打造一批农村电商品牌 培养一批农村电商的致富带头人 为我省滞销农产品的网络销售 去对接资源 畅通渠道 近年来 银口市积极推动社区减负增效 严格规范城乡社区承担上级交办事项 持续清理城乡社区挂牌 为社区村减负负能 那么同时呢 进一步规范社区村自治行为 厘清城乡社区职责边界 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去年六月 银口市组建城乡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 出台城乡社区工作准入管理办法实行 规范社区减负增效工作 各县市区构建整体化推进 层级化落实的工作体系 有针对性的开展问题摸牌 整改完善 让社区回归服务自治本源 既是当前推进社区减负增效提供之一 也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 霸鱼圈区针对奇葩证明问题 建立协调机制 战前区编制整治刑事主义 为基层减负工作手册 畅通投诉渠道 大石桥市用通俗易懂的 加减乘除模式 研究制定操作性强的 22项减负工作举措 并列举出10项具体保留清单目录 盖州市统筹协调 市纪委监委9个协作区 成立11个监督检查组 在辖区随机抽取社区村 开展监督检查 累计走访基层单位76个 认真梳理整改相关问题 城乡社区减负成效显著 把社区工作人员 从繁琐的事物中解除出来 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服务群众解决问题 为进一步厘清社区职责边界 引口市民政局成立工作专班 对部分城乡社区 承担上级交办事项进行清理 最终确定 城乡社区依法自治事项 依法协助党委政府工作事项 出具证明事项 年度工作任务动态 及考核评比事项五个清单 目前全市184个社区 644个村 已全面完成清理工作 共清理城乡社区挂牌 3946块 盛夏来临了 大连市迎来海岛旅游的旺季 日前庄河首条 翻船海岛游航线开通了 游客们可以乘翻船 还海王九岛观光 这就填补了庄河地区 海上游的空白 也助力大连海岛游提挡升级 近日 70多位游客 从庄河王家镇东滩港 乘坐两艘海之梦双体 机动力翻船 开始环岛一周游 游客沿途领略 海王九岛各个岛屿的 海岸风光 近距离欣赏奇妙无穷的 海时地貌 与海鸥亲密互动 尽享洗洗海风 带来的夏日清凉 翻船上本身是一个 不同的一种旅游的体验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不同反响 非常的赞叹 这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海王九岛自然风光以拟 旅游资源浑然天成 海时柱 海时洞等 海滨地貌和海岸景观随处可见 以往游客只能乘坐养殖船游览 体验感不尽如人意 今年 庄和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投资500万元 开展高端海岛游项目 庄和还大力推进旅游家 深挖海岛文化旅游资源 相继启动精品民宿 海上观光平台 鸟雨林 海上垂吊等一批旅游项目建设 使我们海岛游 又原来的地段的触发的 变成高端的 高质量发展的 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满足国内外 普通城市的游客的需求 好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王宝 我们来看辽宁省内其他媒体 都关注哪些内容 好的 一起走进今天的媒体扫描 首先来关注大连日报的记者 从大连市生态环境局得到的消息 根据近日印发的 深入打好渤海黄海大连段 综合治理攻坚站行动方案部署 大连市将重点开展 陆海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修复 环境风险防范 美丽海湾建设 这四个方面的主要攻坚任务 到2025年 近岸海域水质稳中向好 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 达到97.8% 下面来关注复兴新闻网的消息 日前由复兴市红十字会承办的 2022年辽宁省红十字 应急救护师资培进班开班了 他吸引了来自辽西地区各行各业的 30名学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内容涉及红十字基本知识 救护新概念 常见急证等等 学员考核合格后 将取得辽宁省红十字会 应急救护培训师的资格 充实全省应急救护师资力量 接下来把目光投向安山 这几天 安山市铁西区永乐街道静殿小区 小西街的20栋老楼经过改造后 焕发青春 对于住在这些楼里的居民来说 改善的不只是居住环境 更是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居民的素质 安山全媒报道 安山市铁西区2021年老旧小区改造 共涉及十个小区 汇集了257栋楼 22,764户居民 最后呢 咱们一起来关注景州警方的消息 前两天 泰河分局女儿和派出所 接到一名家长的救助电话 说他的儿子落水 情况非常危急 于是警方立刻出动 赶往落水点 孩子落水的地方是三河交汇处 暗流涌动 同时呢 河底还有大量的淤泥 河水在不断地推着孩子向河中心去 随后民警是毅然地跳进河中 与周边的热心群众齐力救援 幸运的是啊 很快孩子就被拉上了岸 好的 谢谢王宝 复兴呢 是镶嵌在我国三北防护林上的 一颗绿色的明珠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去欣赏 复兴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现 好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关注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